楊廟怎麼看呢?很簡單 入廟數樓梯 單數就是楊,雙數就是陰 我又沒有留意,我只是去到 那間廟有些什麼四太子廟 沒有理由進去那麼瘋的 那些不是多數陰廟 還有那間廟很記得的福德宮 我一旦進入那間廟 我整個好像被人扯了福德宮前面 但福德宮是花面的 我沒有理由的,一秒出來 我不行了 你們進去吧,我在外面等大家 不可以 台灣真的給我很大感受 下次見到入廟的話 你細心靜心一點,不要入廟就去拜 他有靈氣當然不同 感覺到你進去看 通常你就多一個深眼,你先看一看樓梯 我沒有留意,我上次發明了一間廟,我們是做肥皂DIY 是很有趣的,進去做DIY之後 其實我有一種感覺,這間廟這麼冷 不是很行 行氣,我都出來了 還有新門町裡面也有間廟 有,成都路 那間有點陰陰 我經常在那間廟門口有很多打打殺殺的煞氣 可能是大哥去求 因為新門町也很雜 你之前上一集我沒有說過 沿山飯店 平時的車都經過了 已經不是那麼舒服 我們有一次在顧宮精華吃飯 其實很近 有些客人吃 我們出去外面 有時做活動 跟當地地陪一起聊天 他都會吃這些東西 因為他做皮休 說實際上我問 有飛過的那些人見不見到 晚上 眼尾熟了飛過 是不是眼花 再看 在沿山飯店裡面 飛了一個白影 去了山那裡 已經第一次了 第二次就是下面 有一間餐廳 你不知道要走進去裡面 我在餐廳門口已經有一種叫什麼 陰氣 主要在門口已經是捲住捲住捲住的那種 冷氣都不用開 進去吃飯 還有我們去過沿山飯店 我們不是住 因為上次我們是 那個function room 可以做一些東西 很漂亮 但是進去 我們耳朵是溫溫的聲 加上是好似很多人在這裏 不斷溫到我的耳朵 沿山飯店曾幾何時是我一個學長 做董事長 台灣很多什麼 很多陰廟 很陰廟 很多香港人不認識 香港只有一間陰廟 就在上環製工廟 本來就 不在那裏 就在 杜國安保球場那裏 搬過去上環那裏 香港只有一間陰廟 但是台灣很多 為什麼呢 我們下一集回來 我不認識 Marco是誰 人家Marco的道行 比你很多 做人謙厚一點 這個世界不是你最厲害的 我都在學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